《灵性的自我开战》 作者 杰德·麦肯纳 15. 显化命运 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想象自己被生下来 想象自己拥有父母 想象自己是一具肉体 想象自己终会死亡等等 你只需尝试 踏出第一步 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尼萨 格达塔 马哈拉 夕阳余晖将湖面染成一片金黄 并在崎岖山壁上留下一条道垂直的阴影 丽萨拿出几样简单的食物 但药物让我胃口奇差 我根本吃不下 我们放轻松 天南地北愉快地闲聊 最后 他又把话题绕回来 你是说你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他边读之前写下的笔记边问 对不对 仿佛所有事物都受到某种神奇的能量掌控 如果你能连接那个源头 是 但也不是 我打断它 并不是在融合状态里 稳定发展之后 就一定能心想事成 其重点在于你的渴望与需求 要跟梦境状态的情况自然协调一致 换言之 并非我想要什么都没问题 好像皱一下鼻子 就会出现我想要的 况且 我也不会要求 我无法拥有的事物 我无法变出一堆钱 一艘快艇 或一碗鱼头汤 因为我并非真心想要这些东西 欲望的真诚与否 是关键所在 可是大多数人 都跟自己内心的真实欲望 完全隔绝了 被什么隔绝 自我老是扮演坏蛋 拿你几年前的欲望 跟现在的相比 那时你想要什么 当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拥有一辆灵智轿车 更多的金钱 更大的房子 臀部更紧实 听起来还挺熟悉的 他难为情地说 那些欲望 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消失了吧 我想 它们当然会消失 那是淘汰过程 在发挥作用 你无需 一一与构成自我的 各项元素搏斗 你只是 勇敢踏出了 最艰困的第一步 而在向前迈进的过程中 你留下一大堆生命的残渣 如今 你已开始发掘自己的 真实欲望 发现它们 跟想要拥有更多东西 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与形象 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真实欲望 与把想象的自我 投射到这个世界无关 它们也不是在装饰 你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所有的装饰 都失去了吸引力 甚至变得让人厌恶 此时 一辆没有车顶的老福特 可能比闪闪 八辆的新灵制轿车 看起来还顺眼 中间有一段愉快的停顿 然后它望着我 看看我还有没有要说的 我回到它刚才问起的心想事成 显化真实的欲望 这类事情有点难以解释 因为融合状态 是在分离状态的架构概念之外 到底是我去迎合宇宙 还是它适应我 这个问题很难用言语说清楚 我与非我的区分 其实没什么意义 在融合状态里 找不到时间 空间 因果关系 与二元对立的限制 我的膝盖 一阵刺痛 说到心想事成 可以麻烦 你把我的药拿来给我吗 它从袋子里 拿出我的药瓶 读着瓶身的标签 我的天啊 它看清楚药名之后惊呼 这东西药性很强 你会上瘾的 你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吗 我不是请你把药拿给我吗 它读着瓶身上的警示语 然后把药递过来 但又迅速抽回手 你真的想要这些药 它问道 难道我说的是火星雨吗 它考虑了一下 你的欲望很真实吗 它露出狡猾的微笑 很真实 我语气坚定 那你为何不自己把药显化出来 有啊 我答道 我变出一辆破烂福特车 让受伤的我 开去药房 还变出付款方式 于是 他们变出一瓶药给我 然后 你从袋子里 把药变出来 有许多愿望 已经显化了 它皱着眉头 那听起来 没啥神秘感 我又没说它很神秘 或许是你的想法 有点扭曲 它又考虑了一下 药还是被扣住了 但你就是没办法 让药瓶移动 这最后一小段距离吗 我没办法吗 它对我摇了摇药瓶 我可以扣住它呀 它说 你可以吗 我们在进行一场 稀细式的对话 它正在探索各种概念 我则 试着协助它 看清真相 但是 它说 如果我就是不给 那你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喜欢这种 以问题代替回答 把球抛回给提问者的 治疗技巧 多年前 我就该想到的 这是懒人常用的 苏格拉底教学法 那你就会很痛苦 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 这跟你说的话矛盾啊 会吗 不会吗 不见得 又没有任何规定 说我不可以陷入痛苦 或者我必须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或者我们不能坐在这里 用这种方式 探导这些想法 不过 如果没有明显的理由 近在眼前的药 偏偏到不了我手里 这种怪异的事 不太可能发生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或随机的 反正 我们现在的状况 不是如此 你不会真的这么做 但我可能会 他说 你会吗 他又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把药瓶给我 正如我说的 我暂停片刻后 吞下一些药丸 这不是什么巫术 神秘主义 或超能力之类的东西 那是从分离状态的角度 来解释某些现象 从融合状态的观点来看 那些现象 绝对正常且自然 天啊 他哀叹道 我到底一头栽进了什么地方 我怂怂肩 你的生命 我说 在这个阶段 跟丽莎聊天 是有趣的经验 我看得出 他摇摆于理智 与情感之间 摇摆于 他自认为应该扮演 想要扮演 以及也许 不想要扮演的角色之间 过去他习惯 投射出许多复杂的角色 例如 女人 母亲 妻子 上司 律师 朋友等 全都是坚强 自信 又基础稳固的角色 他还不习惯 目前这个像婴儿般脆弱 无知又无助的新角色 没有人会习惯这样的角色 我们过去的生活 越是一成不变 转化到新生命中的难度 就越高 其实 在我们现在这段谈话中 我并非想要教导他任何东西 我没有期待他一夜之间 就借助思考与逻辑的习性 我只是想帮助他伸展开来 变得柔软 别那么紧绷 让他有机会适应新环境 或许介绍他一些 好玩的新想法 他就像个新生儿 身体有许多肌肉没使用过 有些肢体的活动范围还没探索过 还有些感官需要发展 也难怪 对于一辈子都被紧紧绑住的人来说 出货自由之际 最令其惊叹的就是束缚消失这件事 他经历三年 才刚刚辛苦地挤出产道 完成了从子宫进入人世的死亡 重生转化 而他刚要开始探索的自由 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你熟悉八十比二十原则吗 我问他 以两分的努力 来完成八分的工作 反之亦然 这里也可以运用此原则 你经历的这场转化 只要些许努力 就能事半功倍 你只要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就好 把这个想法从你的信仰体系中排除 接着 许多堵塞的心理和情绪垃圾 就会自动跟着一起排出去 哦 他大笑 真的这么简单 只要抛弃 我是地球人这个观念就行了 我没说很简单 这还需要一些真诚的努力 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后续的影响 怎么 难道他看起来很不得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问道 真的很不得了 他带着笑意看着我 我分不出来 你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 他说 好吧 我说 我猜他听起来像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但这其实不过是脑筋急转弯而已 一旦你调整好 在人类发展与灵性领域上 你的进展就会超过许多 备受遵从的专家 他们完全赶不上 而你会在自己的旅程中 往前迈进一大步 他脸上还是带着笑意 只要我看清楚 自己不是地球上的人类 他问道 这话代表 你自认为是 嗯 对呀 算是吧 是啊 你当然是 我说 我只是建议你不妨换个角度来看 思考一下 我无意冒犯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在思考 他们以为自己在思考 但其实是想尽办法逃避思考 若无法逃避 那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思考这件事 对自己来说相当陌生 他脸上的笑意减少了 你是在告诉我 我不懂得如何思考 而我还不应该觉得被冒犯 对呀 这很奇怪吗 他停下来 思考 该用什么字眼 你这个人是完全不是人间烟火吗 请定义何谓完全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吐出来 你知道吗 杰德 他说 一直到最近 一个咖啡店 女招待的臭脸 都可能让我整个早晨很不愉快 我连去拿邮件 都会先梳洗打扮整齐 我现在正试着从小处做起 所以 重新解释 你是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这个假设 算是很大的一步吗 他又停顿了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还算是个 嗯 正常人 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你是说 像一般人那样 我问 是啊 我不知道 我说 大概二十多年前吧 我想 如果曾经有过那种状态的话 记得 我不想乱猜 请尽管猜 嗯 你说你有点退隐时间了 对吗 越来越与现实生活脱节 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是这样 那有没有可能 你已经不太记得什么叫做正常人了 阁下的猜测 在这种状态中 过着虚构的人生 我不是说 你应该从此脱离母体 只是指出 只是指出 若你能理解母体全然虚构的本质 你在母体内的生命经验 会比想象的好很多 当然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或者只有些许模糊的概念 但《亥克帝国》不过是一部电影 他说 而这也只是梦境状态啊 我答道 《亥克帝国》这部电影 是唯我论 我思故我在 帕拉图洞穴理论 统中之脑理论 以及 娱乐大篇的综合体 是哲学 科学 与宗教的丧钟 所有事物 都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但也并非 你以为不是的那样 这就是梦境状态 这论调听起来颇熟悉 他说 不是有一些灵修或宗教团体 自认为非地球人吗 当然有 我说 他们被称为邪教 我们通常会漠视这些人 直到出了人命 我并非鼓励你相信自己不是地球人 只是要你对自认是地球人的信仰 有所质疑 两者的差别是 信仰 关键在于信仰 所有的信仰都会自我设限 都是谬无 但如果我不是地球人的话 那我是什么 你问我啊 嗯 对啊 对我来说 你是我变化多端的梦中风景的一个小角色 某种短暂出现在我的角质舞台上的半和谐能量形态 一个事实出现的小玩家 完美搭配了眼前的主题 呵呵 她露齿而笑 我敢打赌 你对所有女生都来这一套 我笑了 她轻咬下唇凝视着我 这不会是吃药产生的影响吧 我不知道 听起来蛮像我会说的话 是啊 我们安静对坐一阵子 我可以感觉到她隐喻的不安 你应该再看一遍《亥克帝国》 我建议 里面有许多实用的讯息 还记得 尼尔刚脱离母体的场景吗 他问 为何她的眼睛会觉得疼痛 莫菲斯回答 丽莎接了下去 因为你以前从未使用过它们 对 我说 欢迎进入真实世界的荒漠 她不安地笑了笑 在电影里 我继续说 尼尔否定了某个层次的幻觉 来交换进入另一层次的幻觉 就像住在帕拉图洞穴里的人 舍弃映照在墙上的影子 换来更宽幻的 关于洞穴本身的幻想 在《亥克帝国》中 每当有人获得自由 他们就移入更宽广的洞穴般的现实里 那里有地底船舰 洞穴与西安城等等 而就如电影所描述的 那似乎是很不划算的交易 有些人宁愿重新回到舒适的幻觉里 也不想忍受洞穴生活的艰难与严苛 他们或许想爬灰子宫 回不去了 她沉静地说 没错 确实如此 我说 你没事吧 没事 请继续 这很有趣 你确定 我开始更了解某些事情了 她说 我稍微看清 自己跟这个比喻的关系了 很好 否则 她就只是电影而已 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 她说 它是个工具 我说 是让我们能够在上面规划自己旅程 或其中一小段路的一张地图 如果你有这个角色 真的想从梦境状态中醒过来 她就不会 她就不会如此轻易地接受摩菲斯的地底世界 西安城和自由斗士的戏码 因为她会认清 这不过是另一层幻觉 然后继续前进 走得更远 她说 正是如此 永远要走得更远 层次之下 还有层次 乌龟之下 还有乌龟 牛从未弄清楚 这个兔子洞 到底有多深 它只是 往下一层而已 而逃离了母体 让她现在比以往 更受到幻觉的控制 她知道母体 是某种虚拟现实 但她自以为 已逃离其掌控 所以她受到的束缚 比以前更强而有力 她误以为 目前的新状态 就是自由 但那其实不过是 更逼真的自由幻想 这跟我有何关系 这就是你的处境 她解释一下笔记 我现在比以往 更受到幻觉的控制 你的意思是这个 意思是你已经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你的火箭 已经发射出去了 并且现在来到此地 她眉头皱了起来 这不是坏事 我说 而是件好事 你或许觉得不快乐 还无法完全适应 但你绝对 没有走错路 你离开了 宁愿死也不想待的地方 此时 你正在梦境状态中 醒过来 但没有脱离梦境 没有 你的不满 并不属于那种性质 你很像Neo 那你就是莫菲斯 我笑了 只有导游 这部分蛮类似的 我说 我带着你到处参观一下 向你解释你目前的位置 与事物运作的方式 你可以尝试与学习一些 很妙的新能力 并且变得熟练 我依然无法想象 如何不去相信 自己是地球上的 除非她出去了 否则大家都无法想象 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 所有的阻碍 看起来都难以突破 直到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 面临不前进 变死亡的关头 才会去突破 一年前的你 能够想象 你如今的成就吗 这个说法让她大笑 不能 她说 一年前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 你踏出一步 这往往是毁灭性的行动 然后你会停顿 休息 恢复精神 反思 或许甚至 自认已完成任务 然后 下一步又出现了 这时已经没有 不走下去的选择 你经历过这些 所以 我猜你应该明白 我在说什么 她轻轻点头 埋首于笔记中 因此 现在 我正在描述下一步 它很棒 很好玩 几乎跟你先前经历的转化 一样厉害 但难度低许多 你会很自然地认为 它不可能达成 但慢慢你会发现 不往前走 才是不可能的 她似乎有些气馁 没有人是满心愉悦地 走这趟旅程的丽莎 这其中 没有勇敢可言 没有人是出于渴望 而踏出第一步的 当你再也无法忍受 停留于原地 自然会迈步向前 这就是过程 你就是这样一路走来 也会继续这样走下去 只要你去走 她低头写着笔记 沉默不语